我們昨天本土的病例數是31364位 那比起之前兩天的 是來的比較少 比較逐漸的降低下來 境外移入的有98位 跟之前的差不多 各死亡的個案的部分是增加105個 那跟我們之前兩天的數目是差不多的 接下來就請我們都副署長 大家好 今天新增243例的中重症 個案 集中152例是中症 91例是重症 目前的輕症無症狀的比例 仍然是99.6%左右 在今天公布的105例死亡個案 年齡層是從90多歲到30多歲 其中年紀最輕的是30多歲的一位男性 本身有接種過 3劑的疫苗 那他是有這個酒精性的慢性疾病 那這次的話是在7月2號的時候有出現冒冷汗 跟倦怠的症狀 有到這個醫院去就醫 那這個同時也有後續出現這個 腸胃道的大出血 跟血壓降低的一個情形 那同時在這個急診這邊檢查 也是PCR 新冠PCR檢驗陽性確診 所以同時因為這個未出血以及就是 新冠確診的這個關係而住院 不過 住到家務病房之後 也插管 然後使用瑞德西韋 仍然不幸 在隔天7月3號的時候 因為這個 沒有 就是心跳血壓 跟呼吸都 惡化的關係 心跳停止 那經過急救無效 在醫院裡面死亡 那這個死因的話 主要是歸因於拜學性休課 跟有這個胃潰瘍 出血的一個情形 那所以新冠並沒有列在就是說 這個最主要的死因 當中 不過因為也是有列在死診的 加一丙的 丙的部分 我們還是把它算入我們的 新冠相關的一個死亡 另外有3例的這個兒童的重症呢 其中有2例是密西 一例是肺炎 這邊分別跟大家檢要報告 第一位是一個7歲大的小朋友 一位男童 本身有接種過一劑的COVID-19的疫苗 他在6月5號的時候 已經有先確診過COVID-19 後來經過大概20多天之後 6月28號開始有發燒 腹痛 嘔吐跟全身紅疹 以及有這個眼睛紅陸續出現 7月1號 受到急診這邊 經過醫師檢查 懷疑是密西 所以安排住院 那7月1號住院之後呢 因為有這個血壓偏低的 一個狀況 轉到家務病房去使用這個 肺骨醇跟免疫球蛋白來治療 那病況迅速的改善 也退燒 7月6號的時候 已經病況 好轉 由家務病房轉出 至一般的這個兒科病房 繼續來照顧跟治療 所以這小朋友的密西 的部分是已經病狂改善 轉出家務病房 第二位的話 是一個1歲大的小朋友 1歲大的男童 他在這個本身是有先天性的一些 包括心血管疾病 在內的慢性疾病 長期是使用呼吸器 那6月29號的時候 開始有發燒 咳嗽 流鼻水 嘔吐等等這些症狀 使用家用快篩 檢驗陽性 病 那當天到急診這邊 並且安排住在家務病房裡面 那經過檢查是有肺炎 以及有呼吸窘迫的一個情形 所以目前是在 在這個使用瑞德西韋的治療 不過好在是說在7月6號 的時候 病況已經改善 也已經轉出 家務病房 現在目前是在一般的這個病房當中 繼續治療 最後是一個9個月大的女童 那本身沒有慢性疾病 6月18號的時候 曾經確診過COVID-19 6月30號開始陸續出現 有發燒腹瀉 以及會使量 禁食量降低的一個狀況 那在7月3號的時候 有家屬帶到急診 因為急診的這邊的醫師 有懷疑 可能是急性腸胃炎 有合併脫水 但是同時也有 因為確診過COVID的關係 有懷疑是miss C 所以 住院進行一些相關的檢查 還有治療 那目前的瞭解是說 醫生還是高度懷疑是miss C 所以已經有使用類固醇跟免疫球蛋白來進行 這個miss C相關的治療 那目前的病況是穩定 他都沒有住過家屋病房 他都是在一般的病房當中治療 所以我們今天有累積3位的這個兒童中症的個案 目前總計的兒童這一波的COVID-19的中症是 累積到91位 其中32位是miss C 那7位是肺炎 那死亡的兒童的人數跟之前一樣 還是維持22位 以上報告